這個果皮有青黑條紋 外形和一般西瓜沒有分別的有機西瓜天爛 是來自台灣的新品種 切開果肉呈金黃色 咬下去鬆脆油多汁 不過吃下去就沒有紅肉西瓜那麼甜 其實和一般西瓜的栽培方法都是大同小異 但是一定要小心水份的供應 因為西瓜普遍來說皮很薄 所以比較容易裂 在農民種植的時間 我們都會提點他們 注意灌溉水份的控制 千萬不要給它太多水 特別是雨天的季節 所以農民如果能夠注意到這些地方 其實這個西瓜是相當容易種的 千蘭壽農夫歡迎 因為它熟組熟品種 大約75天就可以收成 即是一個夏季就可以種到兩造瓜 加上品質良好 每磅賣到三四十元 一個三公斤的天蘭要賣成二百多元 漁龍署說到目前為止 本地已經有九十幾戶農夫種植天蘭 他們會在來近星期六日 在屯門龍區舉辦的本地有機西瓜節 展燒成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民報導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